全新的奥迪QOL它在类似设计方面也没有进行太多的改动 然后中共台造型依旧是这个样子的 做工和酝酿都是高水准的 车内的这些饰板呢也采用了这种纹路 这里还有这部分还有这种木质的纹路 就感觉它是运动感与它的豪华的感觉肩背 它这些地方包括门板这个地方 也有这种木质的材料 然后这底部手能碰到的地方 这一块是用了皮质的包裹的 在我们前方这一块底下都有这种木质的纹路 一直延伸到右侧副驾驶的地方 还有这个挡霸 挡霸是偏大一点的 这里有这种亮的 这里有亮的装饰板 与这个木质材料相结合的话 看起来也是比较高级 这地方保留的有很多物理按键 底下还有这里还有一块小小的屏 接下来感受它的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的它的盘身呢是比较适中的 握起来也比较舒服 有点述来感受的 感谢观看